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装潢 这个就是今天的午餐 一个orange juice 还有一个beef with rice 这玩意花了我16磅 它最好好吃 不然的话我就要去找那个热心观众 强烈要求我进这家馆子的热心观众去算账了 他应该会看这期视频的 还行 意外的还行 但是感觉不至传统的中餐 就有点那种泰国东南亚口的那种甜甜的 就有点coconut的感觉 然后又有点咖喱 有点辣辣的感觉 还不错 好吧 就原谅这位热心观众 我今天来了路上 坐了火车从Liverpool到伦敦 然后又坐机场快线过来 非常的顺利 花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吧 然后我已经到机场 并且把行李放完 过完安检了 我在火车上呢 吃了早餐 然后还回了我老板邮件 然后还拿出了一本书 潜阅读了一下 结果成功把自己搞晕车了 装过头了 出门在外不能这么装 真的 书这种东西吧 平时大家都不怎么看 出门旅行非得拿一本硬看 是会出事的 然后我希望到多伦多 我能顺利的见到Holly同学 因为今天我是长途跋涉的一天 Holly同学也是长途跋涉的一天 并且她还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具体的情况 等到见面 让Holly给大家说 她今天的行程安排 希望她能在机场接到我 如果她接不到我呢 我就要拖着我的行李 打车 去Korean Town 吃牛小肠 真的是很拼的行程 好吧 就这样 拜拜 看到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 好久好久没有看到 Air Canada的飞机了 这次要飞回去 看加拿大的父老乡亲们了 开心 Hello 终于见到了Holly同学 你在干嘛 我们在等待着牛小肠 你错过了 你刚刚在机场 我故事 等了多久 来 让我给大家细细到来 我现在我等了三小时了 我飞机是差不多 我六点五十多七点安定的 我十点半出来了 现在已经十一点了 现在已经十一点了 我在机场等了三个小时 就为了拿一张纸 一张我用不上的work permit 我押下这个 我得让 即使是十一点也要吃上 必须行 来 英国的英国的这些韩国餐馆都给我看好了 看看人家 请对标多伦多韩餐是怎么serve的 这些小菜啊 连个kinch都得让我点 怎么可能 我花钱在英国吃kinch 韩国人见到多少身子 真的 韩国人见到 输不过去 你看看人家 我接着讲 为什么等了那么长时间呢 要拿一个work permit的纸 最可怕的是我遇上了墨西哥劳工 我的 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墨西哥人 一瞬间以为自己到了墨西哥 所以呢 就让我特别的bro 期待的月酒 能满意住婚约呢 是的 博人还为我准备了花 没有拍下来 一会儿给大家补上 来先看一看 一会儿等小肠上来了之后 再来接 来 再来个孕镜 这是什么孕镜 老年孕镜 这个牛小肠 完胜伦敦 跟小肠很期待 是的 非常期待 吃的时候都要给他发 就是这个坏人 每个月吃一次 这个坏人 每个月都要够赢我一次 我现在终于自己可以吃到了 我要夹着他 用这个菜夹吃吗 我现在一定 有点土 不知道怎么吃了 他待会儿会来帮你 他帮我吃 怎么样 好了吗 熟了吗 可以吃了是吗 必须要卷着吗 但是 不咱会腻 OK 那我也卷 来 来 来 等一下 你先吧 你先 我看他放着我 翻了他 我跟你说 韭菜配这个糖 半个一点 熟了吗 熟了吗 熟了熟了熟了 好 你要不来翻转几下 拿他翻转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来看看 加了满满起司的炒饭 但确实加起司就好吃啊 会 lobby 均 去 试